下一個辨識礦物的方法叫做硬度 硬度叫做抵抗磨損的能力 不容易被磨損的表示硬度大 容易被磨損的表示硬度小 請不要把硬度跟延展性脆不脆搞在一塊 兩個意思不一樣 你拿你一般用的小刀去畫玻璃 玻璃畫不上 表示玻璃比小刀硬 但是你用手一敲玻璃 玻璃就碎掉了 你手敲小刀 小刀不會碎 小刀有延展性 所以兩個性質是不一樣的意思 不要把他搞混了 然後有一位大哥找了十個礦物 把他排了一個次序叫做摩式硬度表 然後摩式硬度表 他排了一個次序 然後程度 你現在要抄了這五個字 摩式硬度表 就是上面這五個字 摩式硬度表 摩式硬度表 那這個摩式硬度表找了十個礦物 把他排了一個次序 最後一個要背 誰最硬 金剛石 鑽石最硬 印度石 印度石 這個最硬要背 我們通常都問誰最硬 很少人問誰最軟 沒有 都問誰最硬 金剛石最硬 那老師你不然把石英那個七也標起來 那是為了後面 我們後面要交寶石礦物 寶石礦物的印度在 巴以上 巴以上 為什麼 因為寶石要長寶美麗的光澤 要不容易被磨損 空氣中的灰塵很多是石英砂 所以要不被石英磨損 石英的硬度多少 7 所以寶石硬度的多少 8以上 所以就為了後面 寶石硬度要在巴以上 原因在這裡 所以要知道石英的硬度是7 這個要背 金剛石 鑽石的硬度是10 剛才這個模式硬度表是一個相對的次序 沒有絕對的數字關係 你們班上隨便抓10個人出來 那個人最高 那個人最矮 可是沒有什麼第一高會比第二高的高5公分 第二高會比第三高的又高5公分 沒有數學關係 就只是一個次序而已 有數學關係就叫絕對硬度 但是我們基本上我們不教 OK 那麼東西拿來畫一畫 受傷了就表示硬度比較小 所以如果拿來跟方解石畫 方解石受傷了 我硬度比方解石三大 拿來跟銀石畫一畫 畫不了銀石 我被銀石畫傷了 表示我的硬度比銀石小 比四小 我的硬度比三大 我的硬度比四小 我就說三到四之間 或者說我們叫三點五 為什麼叫三點五 就是我們的方式 也因此就衍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排次序 這是一個我個人認為很好的題目 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背 我做完實驗之後 問你誰硬度大誰硬度小 根據實驗結果判斷 這是我心目中認為的好題目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 大考試基本上沒考過 我的大考試就是連考學測這種 但是它是我心目中的好題目 因為不用背 但是考這種題目是要注意 人家提不給的是調痕還是刻痕 答案正好相反 粉筆畫黑板留下什麼 什麼痕 調痕 粉筆的調痕 誰受傷 粉筆受傷 誰硬度大 黑板硬度大 你拿小刀畫黑板 留下什麼痕 刻痕 誰受傷 黑板受傷 誰硬度大 小刀硬度大 OK 所以不一樣 那所以如果假跟乙化 乙留下了假的調痕 假有調痕留下來 所以假硬度比較怎樣 假硬度會比較小 假受傷 假硬度強 那如果假與互相化 乙留下了假的刻痕 假能夠刻化乙 那代表誰的硬度大 假的硬度大 誰的代表假的硬度大 那還有一種情況 比較少出現 但是偶爾還是會出現 就是這種 現在呢 我拿白粉筆去畫黃粉筆 留下了白色的調痕 留下了白色的調痕 我拿黃粉筆去畫白粉筆 留下了黃色的調痕 留下了黃色的調痕 那請問你白粉筆跟黃粉筆誰的硬度大 一樣大 一樣大非常好 互相留調痕 表示兩個一樣大 表示兩個一樣大 兩個一樣大 假跟一個一樣大 這個很少人問 我看過有人問 但是很少人問 但是你還是要知道 OK 好 考試題目 做一個實驗 問你誰硬度大誰 硬度小 會判斷就好了 OK 注意一下 他條件給你 調痕還是科痕 答案會相當 那還有一個日常生活物 這不用背 這幹嘛用 野外考察用 你去野外考察的時候 我身上不見得正好有帶模式硬度表 就拿身邊一些藏面的東西 讓你大致判斷一下 那玩樂的硬度有多大 數字不用背 考試考這一題 他會給你 你會判斷就好 我去外面 找到一個礦物 我拿起我的指甲畫一畫 畫不上 拿起我的硬幣畫一畫 也畫不上 拿我鐵幣畫一畫 畫髒了 畫髒了 他應該是多少 指甲畫不上 比2到3大 硬幣畫畫不上 比3到4大 鐵幣畫畫髒了 比4到5小 我比3到4大 比4到5小 那我大概多少 我大概就是4嘛 對不對 會判斷就可以 OK嗎 會判斷就可以 數字不用背 但是你要會判斷 我告訴你 我去野外做了什麼實驗 那你告訴我 這碗月硬度大概有 多大 會判斷就可以 就是有關於硬度的部分 然後 重點 抵抗磨損的能力 要被 金剛石的硬度 最大 要會 如何判斷誰硬度比較大 誰硬度比較小 這是我們的重點 OK